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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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水埔有一家人氣麵店 它本身也是大排檔 我是阿棠, 做了大排檔21年 那時候就是1973年 我爸爸因為難道 在旺角的大排檔輸給別人 就問了一個朋友, 很好的朋友 借了一些錢 頂了現在石劍美街的大排檔 那時候 主要都是魚蛋粉、雲吞麵 牛腩麵、豬手麵 主要都是這幾樣 最地道的美食 就是大排檔的吸引力 其實我從小時候開始住七層大廈 在我住的那區黃大仙區 都有很多大排檔 多士、有隻雞蛋、火腿 已經是我覺得很棒的 因為大排檔通常都是很熱, 很有鑊氣 所以會令你很想喝一口冷的東西 還有再加一些炸的東西 這就是給我最印象深刻的感覺 在深水埔的街頭巷尾 曾經滿布各式各樣的大排檔 廣哥, 以前大排檔的位置在哪裡 以前大排檔的位置大約是身後的位置 好… 就是馬路的位置 不僅是我一個檔 外面旁邊也有一檔潭水檔 賣公仔麵、奶茶、咖啡、三文治 然後再過對面那邊 過了馬路就是合成堂水 然後有一個燒火檔 然後又炒麵飯那些 這裡整個大排檔都是大排檔 對, 當年…這裡有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是當年已經建在這裡 還是以前有更大的? 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是公園 已經小時候就經常去公園玩 沒錯 這裡一排大排檔工作 小朋友… 爸爸也在這裡工作 你們也去公園玩 不是, 我要洗完盆碗才可以去玩 是, 你說是這樣的? 或者要做什麼 或者要做什麼才可以去玩 其實當時四、五歲開始都習慣了這樣 那你以前住在哪裡? 鋪口就在這裡了 我以前住在這裡, 就是這個位置 小小的角樓 我爸爸以前跟樓下的士多租來住 大約有80呎左右 一家四口就在那裡住 那時候很開心, 在上面住 對著窗戶想吃什麼 大聲叫就有了 叫什麼就有什麼 爸爸媽媽要做事, 沒空給你 所以也是自己放養 在街上 年輕時的唐哥 沒想過接手面當 一心只想另謀出路 在19歲的時候 讀書 出去打工 做過幾行 最後一份工作 做一個連鎖快餐店的私營 做完一晚, 有點不太開心 我就想, 又是 其實我喜歡做飲食這一行 我喜歡煮食 為何我不回去打排檔 翌日就跟爸爸說 我回來幫忙, 學習 可以這樣做, 一定要吃飯 在那一刻才放進去 趁6時幾乎托棚 因為排檔要開檔, 如廚 然後開爐、熬湯 照鼻調 對, 然後開始攪拌 餡包雲吞, 每天都會包 的那些鮮雲吞 包的過程就… 手就像抽筋一樣 不懂得包, 慢慢學,慢慢練 開始要半個小時 才能包幾十隻 後來越練越多, 現在可以四、五秒 當時我們隔壁有茶水檔 牌子過生, 沒得做 我們的生意減少了 減少了, 我跟爸爸說 爸爸, 不如我們賣茶水吧 生意會好一點 我爸爸極力反對 說很辛苦, 不想我做 後來我堅持說要做 自己研究, 左問右問 就是問以前的師傅怎樣沖 然後自己點茶葉回來 這樣去教配方出來 試了, 三個月都煩了, 吃不下 天天都要試一杯茶 每沖一次茶出去 一壺茶出去都要自己去試過 不行的話, 整壺茶就會倒了 開始學奶茶公仔麵的生涯 這杯茶喝茶他當然就吃了 哪個廚房那麼有才能做 很多人都吃了 打開越來越好 所以吃了很多地方 有些人都吃完 就是吃了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都吃了 我才沒有吃 有些人都吃過 有些人很驚訝 那時候就打了 四方八面的客人文鋒而來 令大排檔座無虛席 促使唐哥決心入店轉營 開店有很多牌照條例 有很多消防條例 有很多卡卡的東西要去處理 但我又不懂, 對吧 怎樣佈局, 怎樣佈置東西 我又不懂, 廚房要用什麼工具 我又不懂 最糟糕的是差點出不了正式牌 我在令氏排檔座的消防條例 突然改了 說要加一個不知什麼消防系統 全港都要 糟糕, 全港都要搶這個消防系統 到處都破不了 剛好師傅又在 我問容哥… 現在有些麻煩, 不是吧 行了, 我幫幫你 打電話號碼, 我會過來幫你 總之一個星期不用 容師傅又幫了我這個網 就可以出了一個正式牌照 排檔時吃東西的人 都沒甚麼要求, 隨便吃飽 而且門口放在車上 他在排檔時看著車子 吃完就離開了, 只需十多二十分鐘 那方便他沒甚麼要求 但現在他說要開店了 我說你要學習東西 他也回到我的店舖, 這裡收工 回到我的店舖去開工 可以鑽研到現在的豬忍 靈球 都是這麼出色 豬扒、西多士 全部都這麼好吃 是… 永遠都是保持水準 不能變, 五十年不變 真的嗎 豬忍麵, 這裡不能頂住 豬忍炒牛麵是最好吃的 你最喜歡吃什麼 放到冰 之後遇到另一個恩師 就是容師傅 對, 師傅是 他有甚麼要傳授給你 其實桌面這裡所有東西 他都傳授給我 他用他的經驗和懂得的東西 對, 沒錯 你跟爸爸教會有甚麼不同 我爸爸那時候教會是產醬 放在豬手上飛水 他有個氣味給你鋪 說這裡鋪多少 那裡鋪多少, 那就這麼多 我說, 怎麼這麼厲害 師傅不同 師傅全部有規有矩 有筋量 還有豬手上有個要求 要有毛 你吃到每一隻 每一隻都是看不見毛 因為你一吃到毛 你會覺得很噁心 口感 第一樣就是拔毛 不是, 燒毛 燒毛 對, 每一隻用火槍燒 很多隻 一做就…現在做到一做就做100斤 我在他身上是體會到 他對師傅的品質傳承下去的感覺 那種堅持是很不容易 我看到每一個客人 吃了一個反應回來 告訴他們 他們說, 你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我們很滿足 看到他們開心地付錢 告訴我們 你的東西吃, 其實真的很好吃 這是我繼續做的動力 就像這個西多一樣 我知道這個西多也不簡單 吃的時候, 點了一點電帶 真的很好吃 是 這個西多斯的表面 有一個很鬆軟的感覺 很軟的感覺 而且它是圓形的 你別留意到那種外面的西多士是不同的 很可愛 為何會這樣學習 這個西多士在大排檔已經學習了 對, 之後我再改良 先打起蛋白 然後再加蛋黃 再養一個… 所以有梳芙里的感覺 對… 鬆軟的感覺 對…沒錯 吃下去鬆軟和有蛋香 今天來到這個大排檔 吃完它的美食之後 就知道為何它每天都會排隊… 排這麼久 因為它裡面的美食… 你會在其他店舖 也曾經有吃過這些東西 但你原來發現 你沒吃過這種做法和這種味道 現在變成一個店舖 給我的感覺就是 有一種小小新曲加精選的感覺 就是它由大排檔那種 以前的儀式回憶 演變成屬於它自己一個新的版本 他那種堅持和與時並進 是我最欣賞的地方 除了感謝我爸爸、媽媽 當然要感謝我老婆 又照顧我家 又辛苦, 你兩頭走 我當然要感謝我老婆 大家真的熬回來 她很辛苦 我能夠幫到她的, 我也會去做 人們會說你辛苦不辛苦 不辛苦 因為用心去做 面當老闆可以不斷推陳出身 做奶茶、西多士 令客人讚不絕口 在深水埗 有不少建了幾十年歷史的住宅樓宇 都是因為一些年輕的藝術家進駐 逐漸另一區 醞釀出一種文藝氣色 好像一座美河樓 前身是璽智大廈 現在就變成青年女社 和公屋博物館 當年石見美武屋區大貨之後 政府就在災場原子 建了這些璽智大廈 成為了香港第一代的公屋 現在大家可以在這裡體會一下 當年住在璽智區生活的環境 所以70年代我真的沒見過 像回去拍攝一些舊香港的景色 其實是我會帶小朋友來的 因為我也想讓他們知道 我們香港的歷史演變是這樣的 我覺得去這裡比我家更先進 雖然比我家更舊 因為那個電梯比較寬 因為我們平時公屋的電梯 只有兩層, 很少, 而且很高 我記得小時候我們屋邨很有人情味 我們不需要鎖鐵閘, 不需要鎖大門 我住在H形 所以一叫就出來踢球 我們就去電梯口踢球 而且我們小時候會到公園 我們經常會捉一些草蟻、蜻蜓 捉上來玩, 童年很快樂 而且現在的H形已經很少有 所以趁還有我們應該來看 明天我們會帶大家再次去繁華 而由活力十足的中環遊樂兼食大排檔 還會去沙田轉一下風車 尋走平民大眾的大排檔飯堂 會不會再次去避免 店說會進行 但是在香港暴力 有些不小心 好, 嘩,看